确定不会带走的吧 大陆江西防疫竟然痛下杀手 有隔离民众的宠物爱犬遭到直接扑杀 原来当地规定到酒店隔离不能带宠物 只是四主没想到再离开没多久 就从网路摄影机目睹惨况 画面拍下两名穿防护衣的人员 以棍棒殴打科技犬 表示这是无害化处理 而过程画面很快在网路疯传 事实上这位四主后来正式检测阴性 不过传出当局为了平息风波 封锁四主的账号和相关讨论 而江西防疫无所不用其极 夸张事迹还有这一桩 因为有一例确诊 交警就把全线的红绿灯改为红灯 导致民众开车回家只能疯狂又转 疫情聚集性的特点和超级传播者的出现 导致病例数快速增加 目前大陆疫情蔓延二十多省 其中大连还出现超级传播者 当地累积的两百多宗确诊者中 至少二十六人来自同一个传播链 北京也因此绷紧神经 大陆现在规定17号起进入北京 得出示48小时的阴性证明 还有北京的健康保绿码 甚至规定如果来自有一例以上的本土疫区 两周内通通不准进京 但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大陆现在连包裹都要管 北京疾控提醒 疫情防控期间 非必须不要从境外高风险地区 游购商品 谨慎游购国内有本土疫情报告 所在地区的商品 甚至真的对包裹进行核酸检测 近期有父亲市民收到的 快递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目前人员环境均已实施了严格的管控 各省还公布拆包裹指南 教你怎么安全拆封 相比各国相继抛弃清零政策 大陆防疫一天比一天严 对外国入境旅客加强隔离 广州近期就宣布 对所有入境人员实施 14加7加7的政策 就是集中隔离14天 居家隔离7天 自我健康检测7天 就是我们能够把来自凶猛的疫情 能够很快地破灭 不过大陆卫健委还是为清零政策辩护 强调动态清零不是零感染 是成本效益较高的策略选择 其次则是大陆明年将迎来北京冬奥 在这之前当然不想看到确诊攀升 以免奥运取消或延期 地区列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